大家好 我是杨玉米 今天到山上去采采叶 然后还下点小雨 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山上都是有这个雾气的 雾气腾腾的 哇 这个特别的漂亮 这个风景 特别的壮观 整座山都是围绕着 都是有这个云雾 绕绕 太漂亮了 我们这里的这个风景 下点小雨 现在是早上 然后到这里来摘茶叶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 就是为什么 茶笼自己生产茶叶 但是自己又不喝茶 这个话题 你们觉得会是怎样呢 大家评论在下方 像我们村 可以说99%的人 都是不喝这种摘下来的这种茶叶的 就是泡着品茶的那种嘛 99%的人都不喝茶的 然后像你们很多人就会说 我们这些茶打农药啊 什么的自己肯定不喝啦 还有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个茶叶 添加什么的肯定不喝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朋友们 看像我们茶笼 每天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哪有时间去慢慢的泡茶来品尝嘛 每天早上巴不得天还没亮 就出家门到山上去采茶叶了 然后晚上天黑才到家 然后就急忙做饭 然后都吃完饭洗完澡啊 各方面的话都都要到睡觉的时间了 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喝茶嘛 像我们喝茶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种 这种茶叶的这种老叶子拿来打油茶的 打油茶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油茶来当做菜一样来送饭的 其实我们喝也是喝茶 只是拿来打油茶 像这种泡茶的话 我们是可以说99%的人 都是很少很少人是泡茶来喝的 主要的话就是太忙了 然后没有时间来喝茶的 可能全国各地的茶笼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吧 就是太忙了 然后没有时间来喝茶 品茶 毕竟喝茶还是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尝了 对吧 像我们茶笼的话 每天忙的时间都不够 哪有时间 还去慢慢在那里品尝喝茶呀 像现在的这个茶是古语茶了 今天就下点小雨 然后这个茶叶就比较湿 然后拿去卖的话 可能价钱又没那么好了 像这种天下雨 这个茶清的价格 也就是7块钱一斤 下雨天的话 这个茶叶价格更加便宜一点 看 像我们采摘这个茶叶是特别漂亮的 嫩黄嫩黄的 我们采摘都是这样子的一芽一叶采摘的 像这个茶清便宜 一天也赚不到几十块钱 所以也是有点舍不得喝的 看我身后这个好大的雾啊 现在早上这个云雾特别大 所以我们这个茶叶 茶叶特别好 都是高山云雾茶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肥料都是农家肥的 这个是一些那些牛啊猪的粪便的 然后使用的都是农家肥 所以我们这里的茶都是高山有机茶 很好的这个茶叶原材料 所以做出来的茶是口感 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应该我们全国各地的茶囊 都是跟我们这边一样的吧 就是自己生产茶 但是不喝茶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时间喝茶 城市咖啡 Search 彩茶叶一下 朋友们